我再多打幾支拳擊打也沒有用 對我來講我覺得這不是 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我如果打完打的話 只是運氣比較好一點 那我想 基本上我對球隊的幫助 就是想辦法幫投手壓停分數 那我覺得 當然今天有一些環節 不是掌握得那麼理想 就是 讓對方掌握到大局 然後 甚至到後面的局數被打一支全面打散 那我覺得 這都是我自己該檢討的地方 那我覺得不應該 我覺得經過這次比賽不應該大家一直在討論 這些比賽 我想我們要去 深刻的去 去 檢討一下我們 台灣的棒球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常常在國際賽上 為什麼常常都打出人家 那我覺得 這是我們所有棒球的人應該要去 去面對的事情 而這是事實 已經長久以來都是這樣子 那我想 對我來講 我自己也需要檢討自己 什麼地方該進步 那我相信 這次當然 成績沒有很理想 那我想 剛好藉由這次的機會 大家可以去 好好的去 去做一些 大的改變 對 我去跟他講說其實你不用想那麼多 比賽就是這樣子 那你只要專注的每一顆球 每一顆你想要投的位置 你想要投的球 你全力去投球 我相信不會 有太差的結果 那 他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對 大家都很合作 那我想這 說打中華隊以來 可能 最好最像家人的一個球隊 那 包括裡面球隊 大大小小的教練 學長學弟 大家都是 其實今天打完 大家很不喜歡 那 要回到各自的崗位 去做努力 那 想 希望下一次還有機會 那我們是 好的結果收藏 這樣子